大家好,我现在安徽马鞍山 今天坐车出发去马鞍山这边最著名的那个经典 采石基 早上咱来你等过一辆车,等了半个小时 居然没有直达车,我要转车嘛,咱来等 等了个121路 按道理讲,你到那个本地最出名的那个景区 你直达车不但要有 而且发车班次 10分钟,15分钟一般可以吧 对吧 结果等半小时都没有啊 没有的话怎么搞呢 只能打车,你再耗的话一上午时间都没有了 这时间呢,比钱呢,重要的太多了 你要是一上午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了 那怎么可能 我住的这个地方是靠近金英,宇山湖附近 按道理讲,这块是最市中心啊 对吧,你在市中心应该要有一班车直达的 但是它没有直达,必须要转车 要尽快调整一下心情啊 不能因为咱等公交车这个事情影响了我一天 大好心情啊,看一下今天 万里乌云大晴天啊 前面那个绿色的房子目测是马刚集团啊 我来这边去过两次马刚都没能看到它的工厂 都是跑到大门口去了 这个不能怪我 怪那个导航给我定位的不准确 这个左边看到的是中心食堂 没想到今天倒是路过了马刚的这个工厂大门口了 实际上那天我在宇山湖天气好的时候 能够看到远处很大一片 全部都是马刚的那个大烟囱 所以说必须要找到那个山上 爬到山顶上才能够看得到它的工厂 因为市区的话你不爬到山它没有制高点 这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工厂 因为整个马岸山市区的话 它马刚集团占据了将近一半的地方 规模巨大 现在是一路向长江边出发 因为今天长江边要看的地方非常的多 所以说这个今天一天的拍摄任务和要去的地方很多 所以要抓紧时间 昨天去当图玩了一天 当图那边去之前我不知道好玩的地方那么多 我是去了才知道的 这个现在看到的就是马岸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门口 就是我一直想看的那个马刚的那个钢厂的大门口 这才是真正的钢厂大门口 我以前拍的那个是办公室 现在所路过的就是205国道 就是本地朋友跟我推荐的205国道 没想到我今天终于路过了 看一下这些大卡车 这个上面写的是应该都是管道了 反正钢厂的话 真的是这个占据的面积太大了 我上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钢厂是在贵州六盘水 那个大山深处也是有一个大的钢厂 那么马岸山的这个马刚就是安徽最大的工业企业了 那今天走这个205国道算是近距离的看到了 当然想要看到全面的话 得上那个山头上面 站得高看得远了 你看这边全部都是这种重型大卡车 今天反正是在马岸山这边游玩的最后一天了 本来昨天就想去采石机 因为在当图县那边玩的时间后来不够了 所以就没去 要是再不去马岸山的长江边的话 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说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去 然后那个马岸山的长江大桥 我就不去看了 因为它那个长江大桥的话 至少有10公里那么长 所以说你想看的话 你看不全你知道吧 因为它那个长江中间有个江心周嘛 有个江心周的话 一开始面对我这边看到的就是 其中的一个小的那个大桥 真正的宽阔的大桥 它是在江北的另外一面 所以说那个大桥就不去看了 昨天在当图的时候 在那个太平府那个城墙上 看到了 看一下前面有个超级大排放 左边是一个大工厂 应该是 这边现在已经到景区附近了 你看一下这边的道路就很好 但问题是它直达的公交车 好像有一个四路能到 但是四路在我住的那个宇山湖附近 是没有的 我必须要转车 所以今天早上转车就没等到 它也有车到这边来 但就是 哎呀怎么说呢 反正 进早没等到 我等了半个小时都没有 下车了 不要因为早上没等到公交车 影响了一天的好心情 现在太阳一晒 哎呀舒服多了 暖和了呀 刚才打车过来7.7公里 是16块5毛钱 价格还算是比较 优惠的了 行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